随着砰砰两声枪响 一个鬼子跟兔子一样 转眼间就骑着马 离开了我们战士的伏击范围 刚才的两枪就是他开的 而后面的鬼子骑兵 听到了枪声之后 展现出了极高的军事素养 他们当即调转码头 向西面的山坡冲了过去 白草沟的战斗 在这一刻正式拉开了序幕 有关于这场战斗的资料并不多 但是这些资料却有一个共同点 这场战斗的起因 其实是一个误会 但是正是因为这个阴差阳错的误会 却让我们几乎全监了 日本关东军的贵族之花 1940年7月27日 在河北天津济县附近 出现了两个八路军的战士 他们是从附近 我军的根据地中过来的 两个人一老一少 年龄大的叫杨泽 年龄比较小的那个叫高大张 他们奉包森将军的命令 到这里进行侦查日军的动向 这原本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侦查任务 但是就在7月28日的凌晨 两个人完成任务返回的时候 却遇到了意外 当时这两个战士 已经马上就要进山了 可是后方却突然传来了 一阵急速的马蹄声 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 杨泽立即拉着 想要加速进山的高大张 躲了起来 果然就在短短几分钟之后 一对日本骑兵就飞驰而过 高大张这个时候也松了一口气 如果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话 恐怕现在还没有进山 就被日本人抓住了 毕竟两条腿 怎么可能跑得过四条腿呢 可是杨泽的眉头却越皱越紧 这批穿着日本军装的家伙 显然不是一般的部队 他们的战马各个彪肥体壮 像是草原上的马匹 而且自己和高大张 在县城里面进行侦查的时候 并没有听说这样一群日本骑兵 看他们的样子 很明显就是冲着蹒跚来的 此时回去报信 肯定是来不及了 为了保险起见 杨泽示意高大张和自己一起 悄悄地跟在这群骑兵的后面 看看这群骑兵到底想干什么 在跟着骑兵进了山之后 杨泽心里一惊 根据这群骑兵的路线来看 他们十有八九是得到了什么情报 因为他们的前进方向 就是我们根据地的所在 此时的杨泽心急如焚 这一对骑兵如果就这么突袭我们的阵地 将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损失 就在他想要用自己引开这群骑兵时 转机出现了 这群骑兵并没有直接冲到我们的根据地 而是在附近的一个名为石佛村的孙子 停了下来 他们强迫村里的百姓给他们做吃的 清洗战马 看样子他们是要在这里休整一下 趁着这个机会 杨泽和高大张一起拼命跑回了根据地 当他们气喘吁吁地将这个情报 告诉了包三将军之后 包三将军判断 这群骑兵很有可能并不是日本的精锐 而是在这附近游荡的日伪军 而这样的敌人既然来了 就别想走 其实当时包三将军做出这样的判断和决策 并没有什么问题 当时在盘山附近有很多日伪军 虽然他们穿着日军的军装 但是战斗力和日军相比 差得很远 只是依靠自己日伪军的身份耀武扬威 并且当时还有一个情况 那就是 虽然际线有日军的骑兵队伍驻扎 但是他们几乎都是 从当时被日军占领的伪蒙古抽调过来的家伙 说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 也算不上过分 并且极其重要的一点是 当时正好在两个护送干部的联队 也来到了根据地 包三将军的手下有足够的兵力 对这样的队伍进行围剿 毕竟杨泽在跟着这一伙日军的时候 早就已经搞清楚了这群日军的数量 大约只有七八十人左右 并且根据杨泽提供的情报 包三准确地判断出了 当时这群日军接下来的行动路线 在这里有一个天然适合埋伏骑兵的位置 那就是白草蛙 如果这群日军是步兵 包三将军可能还有一些犹豫 毕竟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但是 这群是骑兵 他们到了白草蛙几乎不可能跑出去 因为白草蛙的地形天然克制骑兵 这是两座小山之间的小型古地 在山谷中 到处都是林寻的巨石以及岩洞 战马想要在这里奔跑起来 除非它会飞 天时地利人和我们都战了 没有理由不打这一仗 于是 在包三将军的带领下 我们的战士立即动身 前往白草蛙进行埋伏 但是千算万算 还是有一件事情 包三将军漏掉了 那就是这群日军的身份 他们根本不是 季县附近的杂派日伪军 而是一支真正的日军精锐 包三将军也很快明白了这一点 包三将军捶了一下桌子 然后说了一句 打他个兔崽子 根据高大张的回忆 包三将军说完这句话 就带着战士们出发了 打伏击战这种事情 对于我们的部队来说 简直就是信守年来 尤其是伏击这样的伪军 说是肌肉记忆都不为过 我们很快 就在当时白草蛙东西两侧的山坡上 以及北面的山头上埋伏了下来 静静地等待敌人的到来 根据当时的战士回忆 当时大概是早上六点钟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在白草蛙埋伏好了 而仅仅过了半个小时 战斗就打响了 可以说 但凡包三将军犹豫一下 或者杨泽他们两个跑得慢一点 这场伏击战就无法展开 但是虽然在预想中 这是一场伏击战 可是在战斗打响之后 硬是打成了一场阻击战 在埋伏不久之后 战士们就听到了远处的马蹄声 但是和预想的不一样的是 马蹄声并没有越来越近 而是在不远处渐渐地减缓了 不久之后 两声枪声响起 然后马蹄声骤然急速起来 西侧的战士们听到马蹄声越来越近 而东侧的战士们 却觉得马蹄声越来越远了 只有北边山头上包森带领的战士们 看得最清楚 这群鬼子极为狡猾 他们在靠近了白草蛙之后 并没有着急进攻 反而是派出一个士兵 悄悄地靠近了白草蛙西侧山坡进行侦查 剩下的一部分人则开始勘测地形 而其在马蹄声的鬼子 很快就发现了两个 埋伏在西侧山坡上的战士 没有丝毫的犹豫 这个鬼子当即开枪 杀害了那两个战士 而后迅速地回到了队伍中 在听到枪声的时候 骑兵队伍中领头的鬼子 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立即派出一个鬼子 返回寄线县城进行报信 并且他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 就带着剩下的骑兵队伍 开始向着西面山坡进行冲锋 根据当时参加战斗的 三支队特务联指导员 李梅西后来推测 这个鬼子 在发掘西面山坡上有伏兵之后 很有可能意识到了 东侧和北侧都有伏兵 于是 他根本没有进入我们的伏击圈 而是直接带着队伍扑向了西边 从这一招就可以看得出 这只鬼子的骑兵队伍 绝非等闲之辈 因为白草蛙虽然是一个山谷 但是东西两侧的山坡距离并不算近 此时没有进入伏击圈的鬼子们 向西侧山坡冲去 很快就彻底脱离了 东面战士的火力覆盖范围 而且不仅仅是鬼子的队长 甚至这个队伍中最普通的鬼子 都是狠角色 这群鬼子在奔跑的战马上 拿枪就射 而且枪法出奇地准 几乎隔着两三百米 都能枪枪命中目标 这群鬼子给西侧伏击的战士 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没有人想到 这场战斗竟然是以鬼子 率先出手为信号打响的 鬼子骑兵之后立即开始了反击 在山坡上对骑兵最有效的攻击手段 就是手榴弹 但是一个班的战士 拿着手榴弹冲了过去 根本到不了手榴弹的射程就倒下了 而一部分战士一时间 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可是西侧山坡伏击的负责人 曾克林将军却着急了 他很清楚这次的伏击失败了 而且他们现在 必须要挡住鬼子的冲锋 否则的话 所有人都走不掉 因为如果他们挡不住鬼子的冲锋 那么鬼子一旦占领了西侧山坡 就会和东侧以及北侧的队伍 形成相持的局势 更重要的是 一旦相持的局面形成 我们的战士都是步兵 而鬼子的都是骑兵 我们根本摆脱不掉鬼子的追击 很有可能被鬼子凭借高机动性 拖死在这里 而一旦等到鬼子的援兵赶到 就再也没有翻盘的可能了 为了挡住鬼子们冲锋的势头 曾克林将军当即命令 附近的所有士兵停止射击 拿出手榴弹 向着日军冲锋的路上投掷 而且要求 所有的手榴弹都投掷到一个地方 随着三十几颗手榴弹的落下 在鬼子冲锋的路上 立即掀起了一阵巨大的爆炸 这次的攻击并没有造成鬼子们的伤亡 但是这次的爆炸 却阻止了鬼子骑兵向上冲锋的势头 十几个鬼子为了躲避爆炸 不得不乐停了几时的战马 而在山坡上向上冲锋的战马 一旦停下 想要再次发动冲锋 难于登天 凭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终于掌握了一点主动权 我们的反击也正式开始了 因为无法继续冲锋 停下的鬼子只能掉转码头 向着谷底跑去 而为了保持编队的完整性 避免被分割包围 剩下的鬼子 也都跟着这群鬼子向着谷底跑去 在这个过程中 曾克林将军发现 虽然这群鬼子训练有素 但是这次 他们的装备显然并不充足 只有两挺轻机枪作为火力压制 只要敲掉了这两挺轻机枪 那么这群鬼子就跑不了了 于是 他向着北面上头上的包三将军 打了一个信号 包三将军瞬间就明白了 曾克林将军的意思 当时 北面的包三将军 带领的都是神枪手 就是为了敲掉 试图向北方逃窜的零散日军的 并且执行最后的包围计划 在包三将军的命令下 三个连队的神枪手 开始向着鬼子射击 虽然我们的装备不太行 但是我们神枪手的人数 是一点都不少 三个连队一半都是神枪手 很快就压制住了鬼子的火力 鬼子的骑兵枪法准是没错 但是再准 也是在马背上进行射击的 而我们的神枪手 是在阵地上进行射击 占据了天然的优势 不少试图向着北面山头冲锋的日军 都被干掉了 并且鬼子们对西侧山坡 进行的第二次冲锋 也被打了回去 这次 他们甚至连半山腰都没有冲上来 根据当时包三将军的回忆 当时鬼子的第二次冲锋 很有可能是为了让 东侧和北侧伏击的战士 认为西侧出现了危机 一旦我们前往支援 那么包围势必出现漏洞 所以包三将军当时下令 只有北侧的神枪手进行支援 东侧的保持队形 不要妄动 但是在这次冲锋刚刚失败 鬼子的枪声就停下了 根据一个老兵回忆 他说 突然间鬼子就没了枪声 他们只留下了几个人进行阳攻 剩下的人 躲在了谷底的山洞里面固守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一道简单的攻势 就被鬼子搭建好了 这样一来 如果鬼子的大部队赶到 我们将陷入绝对的劣势 包三将军舰撞立即下令 开始对谷中的鬼子进行维艰 但是白草蛙的地形决定了 这将会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这场战斗持续了将近一天的时间 我们的战士子弹都打光了 手榴弹也扔完了 最终甚至用上了自己的土制武器 但是好在最终还是赢得了战斗 在这场战斗中 包括这个骑兵队长 武岛须田在内的76名鬼子 被我们干掉 活下来的鬼子只有三个 一个是战斗一开始就去送信的 一个是重伤昏迷 我们以为死了 还有一个是在机缘巧合之下 逃离了包围圈 剩下的鬼子打到最后 都没有人投降 这么凶悍的部队到底是哪里来的 后来经过查证 结合那个逃走的日军汇报的情况 我们才知道这个队伍的底细 或许 我们都不应该说制制队伍是精锐 因为制制队伍 简直就是日军精锐中的精锐 这个队伍中的所有人 都是一战时期入伍的老兵 他们从军官到士兵 都是曾经日本的贵族 他们的队长武岛须田 在近三十年的从军商牙中 战功赫赫 就连大佐在接受他的敬礼之后 也要鞠躬还礼 从918事变开始 他带领这支队伍 从东北一路打到了南京 并且带领他们队伍 直接参加了南京大屠杀 但是善恶终有报 这支队伍恶行累累 终于有了自己的报应 在百草蛙战斗之前 除了武岛须田 这支队伍已经从130余人 打得剩下了78人 但是这78个人 军衔最低都是准位 而且在百岛蛙战斗之前 这支队伍从来没有过败绩 在日军中 这支队伍被称之为长盛军 甚至还有贵族之花的称号 因此即便是包三将军 亲自指挥战斗 我们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但是在这场战斗之后 日军的长盛军几乎全军覆没 贵族之花也彻底凋零 甚至于在关东军中 一度认为指挥这场战斗的包三将军 是我军最厉害的将军 在之后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中 鬼子的队伍甚至都不敢靠近盘山一步 到后来 日军得知包三将军牺牲后 有一队精锐骑兵 还专门举行了一次军礼式的悼念仪式 感谢观看